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冲击 埃及关闭三个多月 为了促进经济恢复计划 7月1号起 埃及政府逐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 陆续恢复国际航班 开放外国观光客 并重新开放 包括吉萨大金字塔在内的主要旅游景点 在这段階段 我们在这段階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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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外国的派遮住 埃及政府同时也宣布 未来两周将放宽其他限制 包括宵禁缩短一小时 商店营业时间则延长一个小时等等 我们在这段階段 我们在这段階段 没有想到自己的心情 没有想到自己的心情 当然我们在这段階段 但是 希望我们在这段階段 我们在这段階段 因为它已经离开了这么久 我们觉得 能力会很明显 我们在这段階段 我们想去搜索 埃及的旅游业 占全国经济总产值的5% 如果包括旅游相关的工作和投资 共占将近15% 过去三个月期间的锁国防疫 重创旅游业 政府希望透过对外开放振兴观光 不过目前中东国家确诊病例已超过百万 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 放宽防疫措施后 中东处在临界点 必须小心谨慎 确实遵守防疫守则 避免掀起第二波疫情 中央社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